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时段 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还是从学习的角度 还是要具体来做一点的分享跟分析 首先这个电影的名字英文叫做Amy 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名字AMY 中文就是爱美 爱生好的爱美的世界 爱美的世界 其实像这种的电影 一般人都不太会注意到 因为这个不是一种所谓的很卖座的电影 但是其实有很多好的电影是不卖座的 特别是我们从学习的角度 我个人三十几年前在台湾 最早用这种影片当做教学 我就发现到 其实如果能够找到好的电影 那么配合这个课程是很深刻 效果是很好的 我曾经在一个博士班的课程 一个礼拜三十天四个学分 我们就看六个影片 所以几乎每一个影片我们花五个小时 从看到很深入的讨论 这些教目博士班的学生 到现在都还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 好 这个电影 我们先来看看 从创伤 从危机的角度来看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碰到 所谓的那么特殊的这种创伤打击的时候 这个电影里面的几个人物 那他们的症状是什么 你看到的他们的症状是什么 症状是什么 自责是比较 是属于原因 而不是症状 当我们在谈症状 就是谈 他有什么行为上的disorder 或者是他用什么行为来处理 缓映他的创伤 一个一个来 你说吸烟 你的吸烟很远 你的吸烟 OK 好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 还有呢 这个Amy当然最严重 就是Amy 对不对 他不是妆容 妆的意思就是 他是好像在骗人了 但是不是 人就是那个奇怪 我们 不知道昨天有没有提到 人的很多的行为 都是大脑在控制 有没有 你有一些特殊强烈的遭遇的时候 的打击的时候 有的时候人的脑就好像是 就是怎么样 封闭了 或者是脑的这个传播体 就短线了 然后呢 平常脑就会传 比如说你要讲话 你会刺激哪一个部门 让你讲话 对不对 所以他就突然在那个 那个线路短线了 所以短线了以后呢 他就不知道怎么讲话 那听的这个系统呢 也把你短线了 所以这个不是装 这个就是所谓的冲击造成 就像我昨天提到 有人一听到 他得到癌症了 有没有 整个人就好像完全封锁掉了 变成一个退化的一个人 当然慢慢的生理学在研究 就发现到像传人很多的脑像传导体一样 很多的线路就像电脑 有的时候会短路 那有的时候他们另外从一个角度来看 人有一种叫做enzyme 一种酵素的这种分泌物 然后去提供传导体的一些的养分 跟所谓的刺激的因素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太强烈的刺激 人的身体应当要有的那个enzyme 突然就怎么样 突然就不分泌 或者是分泌突然过多了 然后这样的关系就会造成脑的各种的问题 所以enzyme当然是最严重 没有错 他变成耳聋 然后也变成哑巴 对不对 然后他的妈妈呢 他的妈妈呢 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 还有呢 过度的保护 过度的保护 当然也可以说是没有错 就像说我们 有的时候有两个孩子 我昨天提到家里有孩子 有没有 如果发生意外死亡的话 好 假设家里有一个孩子意外死亡 往往有的时候 另外一个活着的一个孩子 有的时候会被过度的保护 当然也有可能 对不对 就像说 这个他的年轻的先生 那么有名的时候 结果意外死亡 那当然他就感觉到 对这个女儿 特别要有责任 尤其是看到女儿 因为这样造成 他也搞不懂 他只是认为 这个事情本来好好的 四岁以前都好好的 突然三年前 发生这个事情 就变成这样 所以当然 电影还没有比较多 所谓的保护 而是他自己就觉得 很着急 很无奈 然后他找遍了所有的 他可以找到的 最好的生理的医生 一般都会从生理去开始 有没有 就像电影 我一开始就注意看 其实Amy的现象 不迟的 他妈妈都找 一般的医生 结果量血压 量温度 量各种 都没有问题 甚至可能有的医生 以后再看到Amy的妈 要叫她去出诊的时候 可能她就想 你不要来防我了 你的女儿没有病 有没有 好 她的妈妈还有哪一些现象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不信任 不信任 还有呢 不愿意 不愿意 事情发生的那一刻 好 他引起那个 就是过于的 对 要去逃避 要去压抑这件事情 就像最后 他跟心理医师讲 我很自责 我从来连提都不提 他的表现的这种行为 其实从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注意看就有了 医生在诊断这个Amy 有没有 我们当时还以为是妈妈 是当病人 有没有 那个样子 其实已经看得出来 有一些的忧郁的 那种表情 什么忧郁呢 就是五金打采 有没有 还有呢 看不到世界上其他 还有美好的东西 当然是看不到了 是 她在等车 要带Amy逃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有没有 因为她不谈 可是她里面 其实自己很多的对话 记得从辅导的角度 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 有人说 她都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不见得 她没有在讲话 只是她是内在的对话 就像唐人的妈妈 有没有 常常一个人安静的时候 或者是特殊情况 就会追忆 就会想 然后就会发呆 就像那天她等车的时候 有没有 就一直出现 然后那个情况 就让她越来越悲伤 悲伤到一个程度 竟然车子也没有看到到 司机叫她也没有听到 是常常你用力地拉着她的裙子 她才醒过来 也就是才回神 有没有 所以常常会有这种特殊遭遇的人 我们不知道的人以为 好像她失神了 有没有 好像她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就像Amy一样 你看很多的时候 Amy电影有没有看到她一直这样 这个也是一种 碰到这种特殊行为的情况 反映出来的一种机械式 机械式的这种行为 你到精神医院看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会有某一种动作 这个就是代表着 一个人的这种焦虑 不安 或者是一种行为模式 变成一种机械化 那这些 还有呢 这个Amy的妈妈 她不让那个还是听音乐 就是她每次都是把那个声音机关掉 对 那这一点就是 她的妈妈很可惜 不知道有这个关联 所以那个年轻的Robert 有一点所谓的比较识意的音乐家 告诉她妈妈 她不相信 那其实Amy就是喜欢听这一类的音乐 因为什么 因为她爸爸是这一类的顶尖的歌手 所以这是一个 所谓的两个人没有交结 我们再回到这个Amy的妈妈 她第一次整个人真正的崩溃 是在什么时候 就在酒店 有没有 她跟Robert 因为她要谢谢Robert 请她去吃饭 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酒店里面碰到 以前她先生只是助唱的一个人 现在竟然变成那么走红 有没有 然后这个新闻记者 总是喜欢 这个所谓的骚扰这一类的人 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引爆了这个Amy的妈妈 我想那个是她 可能事情发生以来 有始第一次 有一点像 像整个人就崩溃了 其实也不是坏事 这个只是证明 她有相当强烈的症状 那一次 也许是她第一次 自己哭叫出来 但是最后那一次 她才有机会跟医生 跟Amy大家一起讨论 那一天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当然如果你要 从比较更 一般的角度来看 这个Macy Street 这一条小巷子 这里面几个家人 几乎每个人 都有这些问题 有没有 我们再看那个Truck 他也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 他是从我们家庭 这个辅导的角度来看 是所谓的 会出问题的小孩 长大以后 为什么 因为他活在一个 爸爸妈妈妈感情不好 爸爸妈妈 爸爸常常吵架打架 而且爸爸就常常醉酒 而且还会暴力 有没有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以后就会有这种 所谓的这一种环境 带来的伤害的后遗症 对不对 那么当然 这个Robert的妹妹 这个电影的手法很有意思 他故意前面让我们以为 他们是小情侣 结果实在是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一个 看起来大概也是年纪很轻 可是迷上一个法师 有没有 这个美法师 然后自己想办法要去追求 反正就是这些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 这些物理 那Robert也是很 也是很失忆 有没有 他那么想要称名 一天到晚唱歌 而且作曲 就是不卖唱 那个老太太 每一天只能够在清扫那个 那我想这个当然背后 就隐色着 有一些人会有一种 定型的行为 有一种强迫性的一个行为在里面 也许背后还抱抱抱着这种洁癖 所以你看 有很多很多这个 这个隐色出来的问题 好 那重点是在 这个Amy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他妈妈后面的行为 我们知道因为他压抑 他自责 这是他妈妈 但是Amy呢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已经谈到症状了 那为什么会造成Amy这样 对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 有没有 因为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角度 小孩子在解释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小孩子不应当会这样想 可是有的时候很难讲 当事者的角度 所以他妈妈以为那一天明明 是他爸爸自己绊倒的 那怎么会知道说 他的女儿是这样子想吗 没有错 因为女儿真的是 看到妈妈 因为他跟 我一开始就提醒大家 这个母女感情非常好 不是 父女 而且从小你看这个女儿就跟爸爸常常一起去巡回演唱 然后一起唱歌 所以他很小就会唱很多的歌 爸爸也为他做一些的歌 所以当然你看得出来这个感情越好的 越亲密的 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因为太悲伤 太所谓的惊吓到了 然后人就会有的时候这种 这种扭曲那个事实的解释 所以Amy最可怜的就是这个小心灵 竟然以为是他害死了他的爸爸 以为他是去把爸爸绊倒推倒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有的时候小孩子 我们曾经碰过有的小孩子 突然对他的小弟弟 非常的凶 非常的坏 爸爸妈妈 大家要对他 他都好像故意怎么样 变成一个很不乖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小孩子 行为突然改变 去看生理的医生 也没有什么问题 捡他脑也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都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辅导以后才知道 原来在这一个多月当中 他有一只小兔子 不知道怎么搞的 早上一醒起来 这个兔子死掉了 他一只小狗 养了很久的小狗 冲出去马路 被车子压死 死掉了 你看连续这几种的遭遇 所以对这个小女孩 小孩子的反应 他解释他的世界 他马上联想说 他所爱的动物怎么样 都有可能产生意外 所以他就变成 用这种逻辑 产生去反映 他的世界 就像Amy 他反映他的世界 就变成怎么样 整个的就封闭起来了 那这个小男孩呢 他就被拒绝父母的爱 故意对弟弟很凶 为什么 他不爱了就不爱 他就认为 我不爱他 他也不爱我 他就保证不会有事 你看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 这样一种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说PTSD 所产生出来的这种 symptom背后 有的时候那个原因 不是我们一般 可以了解的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 那个原因 就像这个奥章心理学家 他就是想要找出原因 当然 你在 看到这个心理学家 当然 他跟孩子的 这个辅导的时间有限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到 哪一个阶段 这个心理医师 稍微有一点点的迹象 在哪一个情况之外 你知道吗 当然他是用唱歌跟他对话 在什么时候 他问他爸爸 在什么地方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谈到演唱会 他写一张英文字 用唱的问说 你的爸爸现在在哪里 这个小女生马上就 然后越问 他就越悲伤越难过 我想从辅导的角度 这个医生一让是知道说 他终于情感上 知道在哪一件事情上 他那些就是要让他 就是要找出他的情感的 所谓的 那么连结在哪一件事情上 结果找到原来是 跟爸爸有关 那就顺着这整个的 情境的发展 所以这个儿童心理学家等于是到最后抓住那个机会 所以让Amy讲出他自己的想法 原来他是有这一种错误的解释 难怪根据这个错误解释 当然他很自责 自责又再加上悲伤 又加上那么想念他的爸爸 所以他整个人就封闭在他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他很快地让这个事实重演 然后配合妈妈的澄清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终于送出来了 那你们看最后很有意思 这个最后 这个妈妈在已经清晨了 坐了计程车回家 有没有 你们感觉到那一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是说他以前一直活在一个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光明世界的一个变 可是那一天因为那个就是说清晨开始 然后有一个相机 经过那个有卖水果卖菜的地方 就有一种生机的感觉 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是 他终于看到了另外一种美好的身体里面展现 他就有一个阴霾就过去 对 好 还有没有 其他人到最后那个看到什么 其实他是那时候真正的看他的先生 说再见 说再见 对 真正这个时候才出发 然后他开始笑容的出现 然后整个心情 整个就释放了 有没有 我想他从来没有在电影上 真正的这样的笑出来 我想这个笑容代表他的释放 代表他得到了这个意识 而且没有错 他看到刚好这个清晨 整个的这个生气就出现了 那Amy也是一样 看到妈妈也第一次跟她妈妈有这种正常的微笑的互动 有一个那个我看不太懂的是 那个鸽子在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不过就是说 你知道像我一般谈自闭症 我们在谈特殊的小孩子 我们都以为自闭症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但是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没有办法跟人沟通 是没有办法跟一般的人沟通 或者说我们一般的人不懂得跟特殊的孩子沟通 所以这里面就是在代表的 你看Amy她虽然不能跟 可是她其实跟动物可以有办法有互动 有没有 那她其中就把她家里养的这个鸽子把它放掉 我想一方面也象征着她要让这个鸽子自由 那你看在公园里面别的小孩子谁敢抓那个鸽子 而且可能也抓也抓不到 可是她就有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记得 我们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不只是可能跟你跟我没有办法沟通 可是有些人人家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我今天听到洪生在谈到她的一个小孩 可以谈一下 有一个自闭症的问题 她花了三年的时间进入到孩子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相信她虽然不是一个专家 可是她比专家还专家 为什么 因为她花了三年的时间 跟这个自闭自己的孩子 进入在她的世界里以后慢慢把她带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最后的一个say goodbye很重要 是 你记得人的这个PTSD可怜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个本身已经是很可怜的境遇 对不对 可是因为你们处理不当的时候 你还要再花费很多的energy 去处理她的不正常的这种情况 简单的说 这个妈妈 她其实如果真的找能够好好的哭 好好的谈一谈 一次把这个energy 就是把它发泄出来 但是她没有办法 你看她的表情 你看她这样 她还要花很多的energy 去维持她的这种energy 就像我常常提到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婚姻的问题 不过我们常常challenge一些 维持在婚姻那种 很冷漠 很不好的婚姻的关系 而不愿意实际去改善或者求助 我常常说 其实很多人 只要花一半的 有办法维持不好的婚姻的energy 就能够改善她的婚姻 你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要维持不好的婚姻 也要花energy 要花很大的energy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非常有 举一个小例子好了 我自己的亲身例子 以前跟我太太 有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年轻一点 有的时候总是还是有一些冲突矛盾 突然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糟糕了 为什么呢 很不自在 有没有 两个人大家又不愿意 谁先讲话 相近如冰 对 冰人的冰 然后睡觉的时候 就很怕 不小心手去靠住她 脚去摸到她 因为我不要让她以为 我这样就是要跟她和好 所以你想想整个晚上 连睡都睡得很不安 有没有 那因为这样我就要 变成很警醒 有没有 主耶稣说 主耶稣要她的门徒 跟她警醒祷告 我那时候非常警醒 那你想 你有办法睡好吗 所以你看 你要维持这种关系 你要花很多的Energy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电影 我想回去你再思考 那明天我们就实际 从学理的角度 从临床的角度 我们再整理这些问题 我想你们会更深刻 好 那明天请大家记得 每一个人最少带几支 就是我们明天 校午 我想应当有一段时间 我们要开始告诉大家 怎么样做辅导的一些技巧 其中我要让大家 实际来演练的一个 就是用画画的 这个艺术的治疗的方式 所以你每一个人 你们家里如果有一盒 你们带多一点 可以给人家分享 但是不要用那种千字笔的颜色 太细的不好 蜡笔或者是马可 但是颜色尽量多带一点 让你有自己可以 随着明天我要指导 你们要画的时候 你们可以选择一些的颜色 那家里有多的 可能多带一点 有一些少的 你就尽量带 好不好 那学校可以准备那个纸 没问题吧 白纸 好不好 这样没问题吧 好 这个电影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以后还会讨论吧 这个电影 好 我们明天在想的时候 我们会再对照再回来 不过有没有马上 现在想到什么问题 对 我知道说有特别的 那个治疗的方法 是单能 针对这个PDS 对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原因的话 它这个就是 你自己侦测出你是什么原因 然后再这样 对 所以我们明天谈症状 谈这些问题以后 当然在下一步就会再谈怎么样去辅导 那没有错 辅导的关键 就像这个电影 为什么要大家先看 关键就是你要找出原因 那我们明天 那我们明天后天 我们会继续再谈这方面 这种症状之一会不会也是有那种 故意把自己的生活填得好像很忙来逃避 好 没有错 这个也是一种症状 因为我看那个电影里面 Amy的妈妈 只有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每天洗一大堆的床单 OK 也有可能 也许他这个还不算是真正的用家事来忙 不过有的真的是很忙 就像刚才提到抽烟 那个都是行为上要 他想要克服他的不安的一种方式 好 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谈导 记得带这些话笔来 OK